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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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李海洋 我们谈论月报日事 农历11月是国立的12月1号到12月30号 在这个月当中是丙子月 丙子月我们先来看看 农历11月丙子月 天童化鹿 天姬化田 文康化科 连生化金 好 这四颗福星到底会带来我们什么样的效应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天童星它是一颗福星 化鹿是一个好的事情 天童跟天良如果在隐宫在老虎的位置跟火的位置的话 一生比较飘荡 四处会奔波 所以在隐身就是四生地 四生地也是在的动荡 所以如果你的天童星跟天良星是在对宫的话 就一生动荡 好 那么天童呢 如果是在中午的位置 在马的位置的话 马头带剑格 你就带你打仗的 你就很厉害了 好 那么天童呢 如果呢 犯了四煞 比如说 晴阳陀罗火星明星 容易受骗 天童呢 在事工在蛇的位置的话 生活上会比较不简便 所以天童星它是一个懒惰星 其实也是说它是一颗浮星 但浮星呢 就比较懒 不会那么勤劳 所以天童化季的时候呢 反而是好 但是这个月天童化路 所以大家还得小心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天机化全 大家都知道天机就是朋友 也代表天上飞的被积压 还有代表友邦国家 所以做天机星的人呢 通常都比较动荡一点 那天机化全呢 如果跟天良星呢 在续工 它是一个好的星 这个呢 就是很善谈的 讲话呢 头头是道 而且呢 它有老臣之中的性格 那这颗星呢 基本上 喜欢跟天良放在一起 比如说 它给你很多的信书啊 它的言谈之间啊 会给你很多的资讯啊 这是不错的 那天机跟天良同在隐生宫的话呢 一生呢 都是立业聪明 它可以当官喔 而且非常聪明 但是呢 在深宫在猴的位置比老虎的位置更好 那天机天良呢 守命宫呢 是指如降之的 所以呢 既良呢 它是因为呢 天同化露嘛 所以天良星呢 它是不会化季的 这种呢 是比较呢 有慈悲心的 如果呢 天机巨门在宝宫 在宝宫的话呢 在兔的位置的话呢 白手起家 但是呢 它是比较没有办法享福人 就是比较劳入命了 那天机巨门本来就比较动荡一点 天机太阴呢 如果呢 它是坐在一起的话呢 通常呢 都是远射他乡 比较会到国外去 化季呢 多行灾 家宰婚女 亲人会有损 就比较容易有损 伤亲人的情况 那如果是指挥化科 这颗心是很好的 指挥心代表是像很高位的职位的人 这个以前叫皇帝啊 或者大官大臣啊 这些都是 现在的话 当总统呢 行政院长啦 立法院长之类的 叫指挥化科 而且呢 生命远过 指挥呢 天府心呢 如果加这颗天府心 天府心是财务心 财库心 他如果在财富宫 或者在呢 你的田宰宫 那就是呢 全路呢 兔设屋 非常有钱的有钱人 那如果子威跟 贪狼在宝宫 在兔子的位置的话呢 如果碰到天宫地劫的话呢 通常一般都是为生为女 出家的和尚 民夫 通常都是这类型的 他对世俗会看破 那七煞化全为真祥 加公王就虚拟了 所以呢 子威加七煞的话呢 他能化七煞 但是加到呢 化全的话 化科的话 是比较好一点 他能够化七煞 那子威破均的话呢 没有吉兴的时候 就糟糕了 通常都是凶死恶利 这个之徒 就是贪官污吏 坐监犯科 这类的破均 所以破均他专搞破坏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子威贪囊心呢 桃花贩主 就是说他很多的桃花 甚至他跟他老板 或者他长官 他都可以搞上 所以这个一生桃花 都是淫乱 邪淫之人 那如果子威有 罗辅右臂啊 天府天相啊 君臣庆慧呢 父慧双全 这种呢 命都最好 子威喜欢有 天府天相 然后呢 有罗辅右臂 如果这四颗星 其中有两颗就可以了 比如说子威天相 子威天府 都是非常好 那子威舞曲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如果呢 他有犯阳陀火灵 比如说有秦阳陀罗 火星银星 那通常的话呢 七宫霍乱 就是呢 他在宫衙门的话呢 也是属于那种 贪官污吏之类的 黑乌曲心呢 他会化祭 所以呢 跟钱财有关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其实有很多 联征化祭他是因果 你种什么因会得什么果 所以联征也叫五黄煞 五黄煞通常呢 在这个月呢 会犯五件重大的错误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求星 就是被关 坐监放歌 是不是要被判刑被关 所以他叫求星 联征七煞呢 会因财辞到 加阳论也是一样 如果有阳论心 联征七煞阳论又化祭 因财辞到而犯行 然后呢 就杀伤了别人 这种人都要坐牢的 甚至被枪杀 那联征化祭呢 如果是加上呢 请阳陀螺呢 家求难逃 就是一定会坐牢 那如果联征呢 在夫妻宫 化祭 婚姻不美 然后呢 常常就会生离死别 这个呢 通常一般来讲话就是 很早就死掉先生 或者很早死掉太太啊 夫妻就生离死别 那要不然就是离婚收场 那如果联征加陀螺再几二公里 都是暗急 你看不出来的疾病一大堆 联征呢 在隐僧宫最好 雄树朝圆 这个 如果在隐宫或深宫是联征又化卢 这个通常一般都会做官 而且呢 有人送官位给他 叫做雄树朝圆者 女孩子的话呢 也能够做大事业喔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呢 联征喜欢做在隐身这两个工位喔 好那以上呢 先跟大家讲解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月的星座的话 土星逆行要到11月15号 那我们有讲过呢 已经过了嘛 土星逆行过了 但是这个月有三颗星逆行 木星逆行到明年的2025年的24号 木星就是太岁星嘛 那在星座专家来讲的话 木星是个大地星 那么天王星呢 他逆行到明年的1月30号 就是说2025年1月30号 海王星会逆行到12月7号 所以再过一个礼拜以后呢 海王星就不逆行了 所以这个月呢 有很多土象星座很辛苦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 土星需要呢 明王星的帮助 那为什么明王星他可以帮助他 帮助他达成商业的目的 而且呢 也会让人心呢 这个思想的转化 他的目标 比如说你本来做这个行业 你想转到另外一个行业 比如说我做餐饮业 我现在想去做旅行业 我做现在科技业 我想增加百货业 例如这样 他会转换他的转化目标 带给土星的利益相当大 比如说我现在做股票 我想去做买卖房地盘 这个也是转换 但小心有财物遗产的麻烦 比如说你现在有钱 有房子 家人很多 那就会产生一些兄弟姐妹的纠纷 或者呢 儿女之间的纠纷 夫妻之间的纠纷都会产生压力 权力斗争 而呢 伤害感情冲突 所以在这个月当中 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五黄煞冲场五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冲突 第二件大事伤害 第三件事情的话意外 第四件破财 第五件的话呢 生病 那这些五件事情呢 都是跟我们生活 以及我们人生 息息相关的 好 在这个月当中呢 我还是要提示大家 特别注意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呢 农历呢 十一月国历十二月 主兔的朋友 主兔朋友在这个月呢 新保年是很好的 有堆长生 但是呢 主兔这个月呢 有患三星 上个月也是很好的 因为有露存星 上个月在农历的十月的时候呢 只有露存 那这个露存星有没有发挥到效用呢 这个月要继续 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你的生效里面呢 四月运虽然很旺盛 但是最重要就是 你有很多的集星的加持 那露存星虽然有在你的运势当中呢 但是可能还没有远离 因为刚开始嘛 所以呢 不要耗费经历 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专注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 就能够顺利的达标 那获得呢 上市的赏市的时候呢 是当然你要加把劲 另外的话呢 趁着这一波好运 还是要可以呢 寻找更多 扩大业务范围的这种机会 那这种机会 其实呢 还是要自己去创造 如果有人介绍呢 当然更好了 所以呢海外的也好 或者国内的也好 你要到海外发展也是蛮好的 那不过呢 在与人合作的时候呢 应该要留意呢 文件跟合约中的一些细节 而且呢这些细节包括呢 金钱的细节啦 还有时间的细节啦 都要特别的注意 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不会有所损失 那当然就是说 权力义务要搞清楚 还有呢 合约的时间呢 要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 因为呢 你会比较疏忽于 这些比较detail的事情 所以呢 还是要请你多多注意 那另外呢 投资的朋友呢 比如说我要做事业的投资 足够今年呢 还没有完全脱离 那个害态税的一个运势 还是等你到农历12月的时候呢 再做新的变化 那农历12月 当然你现在就要开始提早做布局 否则会来不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感情运 在爱情上面 可能会有一件钟情 插出一个火花 那也可能呢 有一些旧的朋友啦 或者男女的朋友呢 忽然间又回来找你了 就说旧情复然的意思啦 感情意识算是甜美的 那爱情吉星也有在护佑你 所以呢 单身的属兔的朋友呢 适合安排呢 更多的社交活动哦 因为年底很多人要订婚结婚啊 或者有些聚会啊 你就可以多参加 有机会呢 遇见让你一件钟情的伴侣 所以呢 这个伴侣呢 也可能是你心里的对象 甚至可能因此 感觉要赶快结婚哦 所以也可能会有散婚的机会 那么呢 如果说要迅速步向红毯的话 那还是建议你 要计划抗小旅行 比如说谈谈人生未来啦 还有生孩子的问题啦 成家的问题啦 当然包括立业啊 这些问题都要来一个 适度的沟通 那如果说你们两个曾经呢 去国外去旅游 曾经去过的地方 也让你们呢 勾起更甜美的回忆哦 也是不错的 会让回忆中的甜蜜呢 再度浮现在你们的心情之中 那感情也会更融洽 我想呢 不管是怎么样的话 感情运向是相当好的 属出的朋友 其实讨伐很旺 但是呢 千万不要糊润吞澡 也代表说 你虽然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但是呢 如果认识不深 还是不要深入交往 稍微慢一点不要太急躁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 健康运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更好 才是你的健康王道哦 因为很多的压力啦 工作啦 都是会让我们身体的 就压重重 那种感觉 好像你抱着个大石头 那个大石头压在你的肩膀上 你会抬不起头来那种感觉 腰痠背痛 所以呢 健康运呢 是还平顺啦 没有很差 那可以多邀三五好友 到户外去走一走啦 喝喝茶啦 喝咖啡啦 唱唱歌 然后多晒晒太阳也很好 那拥抱大自然呢 自然让你呢 呼吸更顺畅 所以呢 可以来个森林之旅 深呼吸 森林的呼吸 会让你更开心 那可以缩减压力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有在做一些瑜伽啦 或者是一些运动啦 当然蛮好的慢跑 会舒缓我们的情绪跟压力 那不要过于激烈的运动就好 因为年纪大的朋友 小心哦 能够帮助你伸展你的肢体的运行 那当然对健康上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身心都会更快 所以呢健康指数也会上扬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啊 跟财务有关的金钱运 那当然呢要适度的储蓄 因为属兔的朋友呢 也是爱美爱帅 所以呢你很多钱都是哦 在制装啊各方面啊 而且呢 属兔的朋友呢也比较大方一点 有些时候呢 就会说哎来吧我请客吧 那我想呢 当然这次属男性的女性比较不会 所以呢属兔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在呼盆引办是很好 我觉得你可以AA制的 对你的钱财产会比较少一点 要不然的话一个礼拜请两次课呢不得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财运可以增增至上 所以呢应该算是不错的 靠着呢 呃优异的这个工作表现啊 还有呢你上个月的一些 还没有完成的一些目标啊 赶快先把它完成 因为上个月有露存星嘛 这个月虽然没有在露存星在你的身上 但你的福德工还是有啊 因为呢这个月跑到那个属蛇的位置啊 等于你的福德工 所以运气也没有太差哦 所以呢在金钱运事上面的话呢 建议呢重新规划哈 如果你有资产要规划 重新规划资产 比如说房地产之类的 你要买或卖 你可以重新规划 啊当然跟银行的钱财往来 也要特别注意啦 那还有呢如果你有做一些股票的朋友呢 当然就是有人做短期 有人做长期嘛 那你就看你的心态了 那如果要做长期的话 就不要投资太多了 因为免得呢上下企务震荡的太大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跟着压力来了 那如果是做短期的朋友呢 你要专注你的工作以外呢 不能每天就盯着盘哦 其实我都建议一些买股票的朋友 不要超过三档 要不然的话你忙死了 你根本无心工作 那这样的话 对你的精神运劳还会更好一点 所以呢建议呢趁这个时候 重新规划适度的储蓄 年底到了嘛 大家都要花更多的钱哦 对比如包包给父母亲啊 小孩啊之类的 或者呢你想来看旅游啊 那就要花费很多的钱 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呢 靠想自己一下啦 那我想呢买些实用的小东西呢也是不错的 那很多人就是喜欢花大钱买一些奢华的东西 如果你就有需要 那当然你的口袋过身是可以的 不过呢 与人合作的时候要注意呢 分配资金的问题 比如说你是老板 或者你要跟你同学朋友 家人一起合作 资金的分配一定要讲清楚 避免呢 因为财务问题要产生的麻烦跟误会 才能够让你的财富稳定的成长 而且呢可以实现你的财富自由哦 那你这个月的幸运色呢 因为属兔的朋友呢 他喜欢绿色的植物 那当然如果有水蓝色的啦 绿色的啦 这对你来讲都蛮好的 粉红色的兔宝宝也很可爱 尤其是女性朋友 那男性的话呢 适合穿那些像是带点灰色 或者是有大地色的颜色都蛮好的 这是你的幸运色 那你的贵人是谁呢 属兔的朋友的贵人呢 今年属狗的并不好哦 所以呢属羊的也是范冲啊 属猪的呢 三个月还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其实贵人呢就是你自己咯 那当然你有贵人 属马的啦 或者是属鸡的 都是你的贵人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农艺十一月呢 属龙的朋友 到底呢 会不会因为今年太岁呢 好像当旅行周一样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那当然也有人很好哦 如果你是一个文静性比较强 你就会比较好一点 认成年是静旺 很不错 这个月有静旺旺旺旺旺 那认成年明确很大咯 那七十几岁了 认成 所以呢应该说是民国四十一年 1952年的 不错 那三合在老鼠的位置 那这个月是呢 老鼠的月份嘛 所以有三合运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事业工 你上个月的财星落在属兔的 这个月的财星落在属蛇的 都是呢很不错的 为什么 一个是你的兄弟朋友工 一个是你的父母工 所以呢在前面一工叫父母工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就长辈啊贵人啊 都是在工作职场上面可以帮助你的 工作上表现呢 非常卓越 而且大受欢迎哦 所以呢工作运算很通 属龙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可以展现卓越的统合能力哦 比如说你要很多人跟你一起合作 那就你来做统合 就像人家说啊我这个房子要去都庚 统合能力很强哦属龙的朋友 同时呢可以赢得同事跟上司赞赏跟支持 所以呢不管你是朋友也好啦 长辈也好啦 部署也好啦 都市呢非常对你有赞誉有加 甚至呢如果你是一个职员的话呢 上班族有升官夹薪的机会 当然你要取得呢你的同事的支持 还有呢你的表现要卓越 还有得到长官对你青睐啦 如果你对长官平常就是哦 以子气死的好像哦 对长官不太屑哦 很多人对长官就是讲话很不客气哦 那一定会很糟糕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市场上呢会有偶然小人哦 事机而动哦 还是要特别注意哦 尤其跟金钱有关的事情 你要特别注意哦 有人事机而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只要保持你的谨慎的态度哦 注意呢沟通的技巧 另外的话呢 就可以化解人际关系的不顺 还有一些可能之前留下来一些祸害哦 你赶快要远离哦 那些人哦真的是来吃你的喝你的哦 有什么建树哦 你还是要稍微做一些切割 对你来讲会比较好 尤其是做老板的人 这个时候呢你要看哦 但我们也是说要看到你 平常跟你合作的partner 或者你合作的这些厂商啊 如果他们是很诚意的跟你合作的话呢 有时候你吃点小费也没关系哦 所以呢你会在这个月呢 得到更多的订单 但在这个时候呢 金钱对你来讲也很重要哦 所以呢这个月你有堆望哦 在事业上面呢 应该是可以多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 那与人为善的话呢 也能够让事业呢随之蓬勃发展哦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鼠龙的爱情运 爱情运呢在这个月当中呢 因为有父母功的加持嘛 长官的加持 所以呢其实对你来讲的话 应该是如果有人介绍对象的话 也不错哦 单身的朋友 这个月可以散发你的魅力哦 魅力四色光芒万丈 所以也稍微打扮一下自己哦 男女都一样 感情运势是美好的哦 如果是单身的鼠龙的朋友呢 可以展现你的独特的魅力 比如说我本来就高富帅 好那你就展现你的独特魅力 好如果你只长得天仙美女 那你又可以展现你的 较好的一个面容跟身材 要多微笑 那很多人长得帅很冷漠 长得漂亮呢更冷漠 所以呢千万不能太冷漠 否则的话你桃花会跑光光 那么呢自信容易引起追求者的目光 你自己要自信 很多人是自己对自己没自信 然后很邋遢 鼠龙就有两级哦 一种是很邋遢的 不太打扮自己的 然后把自己吃的胖胖的 走路不笨的 让人家觉得 他不是一个意气风发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是你减肥 或者呢 雕塑你自己的最好的时间点 那么对于呢 公司的聚会或社交活动 可以多参加 也可以有一些 谈得不错的对象出现 那当然如果是 已经有成熟的感情的话呢 会陷入热恋当中哦 有伴的鼠龙的朋友呢 感情是非常稳定的 因此呢可以互相扶持 如果对生活跟家庭的压力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以稍微 互相适度的忍让一下 度过这些困境和难关 你知道最容易让夫妻吵架的 就是家庭的钱财的问题 还有比如说老年人的照顾问题 小孩的问题 这些都容易使家庭的夫妻之间 产生纠纷 我觉得大家互相好 分配一些工作 对你们来讲都是很好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健康运 在健康上面的话呢 我想呢 不要消耗你太多的能量 要做定期的健康检查 如果你已经两三年都没有健康检查 今年真的要去做健康 因为今年犯太岁嘛 那尤其到年底 你前半年已经忙班了 然后下半年呢 又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觉得你健康会好吗 有些时候会觉得头晕 或者脚痛 这些都要赶快看医生 那我想鼠龙的朋友呢 健康运比较弱一点 你可能会常常觉得胃不舒服 或者喝酒喝太多 让你胃食到逆流 这些或者睡眠不够 因为今年还是毕竟有压力的嘛 如果你有疼痛的问题 就赶快找一些好的医院 做一个健康检查 彻底的检查 不要有严重的病症 如果你已经开始有严重的 什么三高 血液循环不好 肝胜的疾病 那当然就要住院检查 好那另外的话呢 建议你鼠龙的朋友呢 做喜药规律 那不要太晚睡觉 也不要不必要的应酬跟聚会 该去的应酬还是要去 但是呢不需要的应酬 不要去搅拨了 减少你精气神的损耗 那有助于你维持健康哦 加油 好那金钱运来看的话 财运其实有极心加持 财运广进 长官运入存心嘛 你想想看 你就要跟长官相处的很好 是不是 让长官很开心嘛 而且你在业务上面 各方面 你都有表现出色嘛 那当然长官对你来讲 你能力是够的 因为属龙的朋友 其实他很喜欢表现他自己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更加要 好好的在财运上面加 在财运稳步可以上升 在财新的加持之下 还有贵人的加持之下 近期都可以为 比较少位钱来操凡 可能有一些进账还不错 那老板呢 有获得比较大的订单 对投资兴趣的龙宝宝呢 也可能对自身的需求呢 投资标的啊各方面的话呢 要做一些谨慎的评估 选择稳健而长期回报的项目 会比较好 那另外的话呢 很多人说那我要买房呢 那你自己评估吧 房子的增值现在会越来越少 如果你觉得贷款很多的话 成为你的这个压力跟负担 我觉得真的是不必要啦 此外呢如果想要呢 跟人家合作的话 那就要特别谨慎一点 好那么在自己的理财上面呢 要特别小心哦 因为要多屁几条财员嘛 如果是开公司的朋友呢 当然就是要希望能够有正财 有点偏财嘛 所以呢自己的理财观 要做调整跟改变 还有呢如果你想赚外快的话呢 上班族也可以去找一个赚外快的机会 那当然这个月对你来讲 赚外快也蛮好的哦 好那么你的幸运色呢 是像木质的颜色或者是浅咖啡色 都可以的 因为属龙宝宝也要财库稳定 所以你的钱包要注重 你的钱包如果是破旧 赚快换一个新的 凯文老师今年有特别为你设计的龙宝包 希望你也能够运用一下 好那这个属龙的朋友 在今年度应该说这个月还算是不错的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下来是属蛇的朋友 小龙 小龙恭喜你 这个月农历11月 露存心在你的身上了 赚的盆满钵满就靠这个月了 年底这一波可以让你意气风发了 好所以这个饼子月路程在你 但是饼子的意思是什么 廉真化剂 可能你有些旧的朋友 同事之间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哦 那可能要加强到人际关系的调和 另外还有进长生 就是说你要多锻炼健康 癸四年会进入 新四年的人也不错 所以应该说年纪大的朋友 在这个月当中其实运气都蛮好的 年轻的其实也没有太差 我们来看一下 在工作职场上面 人脉是你的红利 要主动去出级 那借用一些 比如说你以前曾经跟你合作过的一些旧关系 都蛮好的 新关系的建立 当然要有一些谋和时间 那如果你的谋和时间太长 那你就对你不利 谋和时间不能太长 工作运算是非常好 过去累积的人脉也可以为你带来很多拓展业务的良机 这个月赚钱比人家更加倍 而且在吉星的护照之下 基本上你会得到老客户续约的订单 太棒了 本来他是给你300万的订单 现在给你600万的订单都有可能 如果是以前3000万 现在可能是6000万的订单 所以加油一下 在吉星的照耀之下 属蛇的朋友得到了续约的订单以外 还透过贵人获得更多的异业结合的资源 那是不是应该我要叫你第一名 好所以建议属蛇的朋友 把握这个时间 男女都一样 多发挥你的创意 主动积极结识不同的人脉 你一定要很多不同的人脉 对你来讲会更好一点 有助于获得更好的工作职场上的一个贵人运 还有持续的好运 好在感情运上面来看 开展恋情温馨相伴 但是是不是可以让你继续维持下去 就看你是不是有时间去呵护他 爱情运算是美满的 如果已婚的朋友 应该算家庭运算不错的 那单身的属蛇的朋友 在亲友的介绍下认识对象 反而比较知道对方的家世背景 甚至的人品这方面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现在外面认识的对象 很多都是欺骗的 讲的都是天花乱坠的 实际上真正是这样子吗 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有人介绍 我觉得这个在20世季末 最后这20年我都认为 相亲反而比自己认识更好一点 都是网络认识的 批他们会把图批的很漂亮 但实际上见面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蜡黄的脸 微胖的身材差很多 而且你会被他那张照片给迷过了 如果没有见过面 千万不要付出你的钱财 记住了小心被骗 因为恋爱被骗的人很多 所以在这个段期间 如果你没有认识对象 可以开展你好的恋情 那如果是已经结婚 跟伴侣互相扶持 生活中虽然没有太多浪漫的激情 但是有不少的温馨 感情稳定 而且非常幸福 加油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健康运 当然要调整你的体质 多吃鸡蛋 多喝水 多点运动 压力大的时候 舒展一下筋骨 不要一天 一做就9个小时 这样是对健康不利的 起来走动一下 舒展一下你的筋骨 拉拉筋也不错啦 那属蛇朋友 经常运症这个月可以提升 但你在饮食上面有改善 如果你能够多吃一点对身体 助脑力发达的 眼睛好的 这些蔬菜啦水果 但不要太甜 所以你这个月不要吃甜食最好 蛋糕只能吃一点点 甜食尽量少吃 那体质要逐渐来改善 比如说你本来肩膀痠痛 腰痠背痛 或者常常胃食道逆流 都要赶快看医生改善 如果是西医看不好看中医也可以 那如果补气的素材 食材很多 比如说人生黄吉啦枸吉之类的 对你来讲都很大帮助 所以应该在形式上 可以包一些什么鸡汤之类的 来补一下身体 调理好身体机能 才能够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减少生病的状况 好属蛇朋友在这个月 其实我真的要恭喜你 不管在钱财 这方面都蛮好的 人际关系要更协调一些 那财运上面来看 有长辈的庇佑 财运会亨通 所以你的长官长辈 都是你的福星 要对他们更好一点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财运丰厚 属生朋友这个月 工作表现良好 以及贵人加持 所以让你的财富稳定增长 除了正财以外 还有一些偏财 所以也不错了 偏财都有 很多人是赚的正财都很累 都赚不到钱 你还蛮不错的 有机会接触到可靠的投资项目 要假把劲 业绩优越 如果是做业务朋友 业绩会优越 那我想你的微笑就是你的招牌 那这样的或者讲话 稍微轻柔一点 得到更多人对你赞赏 这些可以得到丰厚的 一些奖金 或者bonus 建议除了赚的钱以后 要规划好财务 你也不能大手大脚 如果太过大方 反而是钱去的快 这就不太好了 要保持财库的满满 好你的幸运色是绿色的 还有白色的 金色的 这些颜色 那如果你喜欢穿黑色的朋友 不要全身都黑的 好 你的贵人生肖是属猴的 还有属马的 加油 好属蛇的朋友 这个月非常恭喜你 好 以上三个生肖 希望你们好好运用自己的优势 在农历的11月到年底之前 因为就12月了 我们就马上要跨年了 所以也祝福你们 能够赚到更多的大财 身体更健康平衡 好 不要忘记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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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